这个视频我们开箱一款游戏 超级玛利奥兄弟 惊奇 这是港版的 从香港直游过来的 有些同学他比较在意PS5的盘是不是原封的 这个NS卡带 它是直游的 应该不是厚封的了吧 这个包装和咱们国内的包装就不一样 它两面都有快递信息 一个是国际的 一个是国内的 我们一边拆一边说 我这个游戏卡带是从 价格是244 这是一款新游戏 是10月20号才上市的 我是在10月20号早上9点半下的单 国际物流公司在20号当天晚上就揽收了 10月23号一早开始办理清关 25号晚上清关完成 26号凌晨原通开始揽收 最后是10月29号今天下午6点 我拿到的这块卡带 从下单到我拿到手 一共用了9天时间 我也很久没有拆Switch卡带了 它这还有一个有点脏的东西 这游戏是六岁家 这种游戏还是六岁家 有繁体中文 简体中文 英文 日文 游戏软体阵容 广告贴纸 这是里边的样子 很简陋 这是本体 好 插试一下 要取出卡带之前 先把游戏退出 我这个游戏是死分乱图 回头准备卖了 这彩色封面朝前 Switch的游戏有一点好处 那就是不需要安装 我们看一下第一次开游戏的画面 从目前来看 这个画面比塞尔达王国之类要好 好 游戏就先分享到这里 以后等我玩一阵子再和各位分享 你们认为我会通关吗 早年在FC上 那个超级玛利奥兄弟 我可是从第一关打到最后一关 而且通关的 在没有任何存档的条件下通关的 好 游戏